同學,我們現在教的東西叫常見的酸 這點內容全部都是背的 你就給我好好的背就對了 來,問你一些生活經驗 有沒有吃過檸檬葡萄柚 沒有 維他命C 沒有 太多感到胃不舒服 沒有 沒有 被蠻咬 沒有 運動過度肌肉疲勞 有 沒有 你廁所 有 這些東西都跟一件事有關 酸 都跟酸有關 等一下 這些都是酸 不過廁所清潔劑要看哪一種 有的是像鹼 但是這些都是酸 跟酸有關係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要教常見的酸 等一下會教常見的鹼 不管常見的酸還常見的鹼都有共同的學習重點 通性 所有的酸都有什麼性質 所有的鹼都有什麼性質 還有個別的 我教這個酸 硫酸促酸的特性 教鹼 氫氧化鈉 有什麼性質 還有它注意事項 好 第一個 酸的通性 第一個酸的通性叫做 所有的酸都會解離出氫離子 歷史上 曾經以為 所有的酸都有氧 所以把氧叫做酸素 這個名詞在日文還有 日文的氧就是酸素 後來發現不是 鹽酸就沒有氧 綠化菌就沒有氧 所以是所有的酸都有氫離子 所有的酸在嘴中都會解離出氫離子 通性 酸有腐蝕性 吃起來有酸味 叫你不要隨便去嘗 吃醋就算了 不要過去試試看流蒜有沒有酸味 酸有腐蝕性 因為酸有腐蝕性 然後再來 酸性可以使指示劑變色 古時候交過了 停車戰界問 啥顏色 請你挑一個回答我 十尾分泰分紅廣用 請你挑一個回答我 十五號 起立 挑一個 十尾分泰分紅廣用 你看來 你要挑十尾酸中啥顏色 酸中叫做 十尾酸中叫做紅色 剩下分泰分紅廣用 挑一個回答我 挑一個回答我 三四 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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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耶 來分泰分紅廣用 酸中什麼顏色 挑一個 黑色 挑一個 然後咖啡色 蛤 你要講分泰 還講分紅 還講廣用 這個是講廣用啊 然後是綠色 咖啡色 蛤 什麼顏色 紅的 紅的 不算完全對 請坐下 廣用的顏色比較多 紅神黃綠藍電子 越偏紅表示越酸 剩下兩個 分泰跟分紅 分泰跟分紅 挑一個回答我 分泰跟分紅 三一 三一 31號 分泰跟分紅 挑一個 分紅賞顏色 三好 黃色 粉紅是呀 黃色 最後一個沒得選了 最後一個沒得選了 粉紅 三種顏色 它是一個很special的顏色 7-7 彩色 透明 透明 有人跟人講無色 透明跟無色 什麼顏色 啥顏色 你說什麼顏色 透明 我沒有教過透明的 你做 彩色 要背 要背 我們最愛考的是史瑞跟芬炭 偶爾會考廣佑 基本上沒有人考過分紅 最愛考的是史瑞跟芬炭 偶爾會有人問到廣佑 基本上沒有人考過分紅 你給我背好 好 紫質劑會變色 酸會解決出氫離子 會使紫質劑變色 還有兩個重要性質 第一個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 加蜥酸會產生氫氣 前面跟你講過了什麼叫做活性大 要你背那個活性條裡面 活性比氫大就叫做活性大 後面幾個比較少掉 對 銅狗 銀箔金 活性比氫小 所以加蜥酸不會有氫氣 第一個重要性質 活性大的金屬加蜥酸會產生氫氣 氫加鹽酸會變成氯化氫加氫氣 第二個重要性質叫做 好的 然後金屬跟C的硝酸作用 產生的是一氧化氮或氨 通常沒有氫氣 通常沒有氫氣就是吸氧酸 我們後面背一些你再說就好了 第二個重要性質叫做 碳酸鹽加氫酸會產生二氧化氮 重要這個反應重要 我跟你講過碳酸鈣有兩個反應重要 一個叫做加熱 一個叫做加酸 碳酸鈣加蜥酸 產生氫化鈣加水跟二氧化碳 碳酸鹽加蜥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兩個性質重要 請你背下來 活性大的金屬加蜥酸產生氫氣 碳酸鹽加蜥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啥叫做碳酸鹽 碳酸XX 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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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鎂 碳酸鎂 碳酸氫鈣 這叫做碳酸鹽 碳酸鹽 OK 好 好 你在什麼地方學過這個反應 化學士 二年級上學期的哪裡學過這個反應 熱熱 我知道 製造什麼東西的時候 製造二氧化碳的時候 大理石加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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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就什麼叫碳酸鈣 大理石加蜥酸 二氧化碳 OK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所謂的強酸 就是指解磷度大的酸 它會完全解磷或者是接近完全解磷 所有的酸會解流出氫離子 但不代表強酸的氫離子就一定很多 一定很濃 不是的 硫酸在水中會解磷 硫酸在水中會解磷出氫離子跟硫酸根 因為硫酸幾乎全部都拆成氫離子跟硫酸根 所以叫做強電解質 所以叫做強酸 乙酸促酸在水中會解磷出氫離子跟促酸根 但只有一點點的促酸會變成氫離子跟促酸根 其他都還是長成促酸的樣子 所以它叫做弱電解質叫做弱酸 那強鹼弱鹼的分別也一樣 以後就不再說了 意思都一樣 強酸強鹼強電解質 弱酸弱鹼弱電解質 可是要請注意 酸的酸性是由氫離子決定的 我們後面會教PH值 就是氫離子的濃度 它跟強酸弱酸沒有關係 我有個溪流酸很吸很吸 因為溪流酸很吸很吸 裡面的氫離子很少很少 濃度很小 可是它還是叫做強酸 因為它就幾乎都完全解離 所以剛剛跟你講過說 不意味著我叫做強酸 我就一定吸的濃度很大 不是的 不是的 很吸很吸的強酸 吸的濃度當然不大 但是還叫做強酸 因為它都完全解離 濃酸就一定不可能氫離太高 因為有一定的溶解度 有一定的解離度 所以不可能變很高 不可能很高 那我們在國中程度 我們的解離程度 是要跟實驗來決定的 光看方程式你看不出來 硫酸變成氫離子跟硫酸根 你看不出來 解離到底多少 要做實驗 那我們在國中階段 我們在國中階段 我們就把所有的強酸 都當成完全解離 100個鹽酸下去 100個鹽酸都變成氫離子跟氯離子 100個硫酸下去 100個硫酸都變成氫離子跟硫酸根 國中問題簡化 都當做完全解離 若酸就不考慮 就不討論 就不討論 就是我們國中 等到上了高中 你們會學KSB 溶解度什麼之類的東西 就知道狀況不一樣 還有分段解離的 那個是高中以後的事情 我們國中不管 我們國中不管 我們國中就只剩到這裡 OK 就是有關於 酸的通信的部分 酸的通信的部分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